如果说我家对门住的邻居他叫李欢迎 我写一个反映邻里之间关系的剧本 叫做你好李欢迎 我这个叫什么行为 你会说这不是标准的蹭热度吗 小了 格局小了 我这叫碰瓷 当然这种方法咱们不会用 但美国一家公司用的是不亦乐乎 这家公司叫做疯人院影业 也有人称呼它为避难所 但是疯人院影业这个翻译 我觉得更符合他们的尿性 哦不 调性 1997年 一个叫做大卫迈克尔拉特的小导演 联合两位从微秀影业出走的制片人 戴维和雪莉成立了一家公司 起名疯人院影业 微秀影业的logo你应该见过吧 有很多好莱坞电影的片头都有 公司成立之后 他们把目标定在了拍摄低成本恐怖片上 但是这块蛋糕有很多大公司也盯上了 比如师门影业 所以他们的公司在竞争中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日子一天天过去 到了2005年的时候 这家公司根据科幻小说之父 赫伯特乔治维尔斯的作品 世界大战 拍了一部低成本的影片 叫做HG维尔斯的世界大战 好巧不巧 就在这一年 这个作品被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看上了 两个电影虽然制片级别天差地别 但是同宗同源 就因为这个DVD租订公司百事达考虑到很多人看完了大鲸鱼电影 一定会对这个长相清奇的小虾米电影感兴趣啊 所以一下子就购买了10万张碟片 这个订单直接让疯人院影业享受到了赚钱的乐趣 这件事也让拉特发现了新的商机 他马上找到了戴维和雪莉 定下了公司下一阶段的发展计划 9个大字 长亭外 古道边 风草天 雪莉一脸懵懂 啥意思 多学习点中国文化呀 不是不是 拉特眼神犀利的表示 想要挣钱就不能要避脸 于是此后的疯人院影业转型了 转向了一条无法回头的碰瓷之路 人家刚拍完《变形金刚》 他就弄出一个小电影叫做《变形金刚》 最大的区别就是人家花上亿 他坚决的把成本控制在100万美元以内 人家刚拍完《环太平洋》 他就来个《环大西洋》 也是机甲 唯一的问题就是比较low 人家前有超级战舰 他这就来个超超超级战舰 人家拍个疯狂的麦克斯 他就来个疯狂的麦克斯 久而久之 他们碰瓷碰出了风格 碰出了水平 人家有50度灰 他直接来个51度灰 我还比你多一度热爱 你怕不怕 人家有泰坦尼克号 他直接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来个泰坦尼克号2 你说搞这些事情 难道没有人告他吗 有 华纳 环球 福克斯 全都起诉过《风人院》影业 但奈何 他碰瓷是碰瓷 人家除了名字跟你像宣传蹭热度 内容和剧本可都是原创的 所以你没法说他抄袭 你只能停止他在宣传上的侵权行为 比如《超级战舰》上映的时候 就曾经起诉过《超超超级战舰》 你把名字赶紧给我改了 于是《风人院》影业迫不得已 把它改成了《美国超级战舰》 也算是展示出诚意了吧 那些年最让人痛苦的 不是看完电影觉得不好看 而是你以为自己看的是《雷神索尔》 结果呢 蝶片租回家 发现是《风人院》影业的《雷神索尔》 一字之差 让你陷入痛苦的轮回 至于《风人院》影业赚不赚钱 截止2009年的财务报表 他们的电影发行三个月后 全都回收了成本 后面都是赚钱 而且《碰瓷》这种事也能发生量变 这家《风人院》影业之后 无法被《碰瓷》满足了 于是开启了原创之路 他们创作了一部剧集 居然收视率齐高 连续拍了5G 你有可能看过 叫《僵尸国度》 而且他们最新的剧集 《黑夏》的第二季 也被枉飞订购了 说实话 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 启发了我 于是我也创作了几个电影计划 这当中包括《唐人街》《碳爱》 《我还真就是药神》 《流浪的球》 以及我非常看好的科幻伦理大片 《上海保姆》 当然 作为一个有节操的从业者 我也就是蹭蹭 我不上映 接下来问题抛给你 按照我起名字的这个逻辑 你也开发个电影项目 让我看到你的潜力 加油